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曝光的或者是披露的 中国也在研究核动力超远程鱼雷 那么我们这个超远程鱼雷和俄罗斯的波赛东到底有什么差别 俄罗斯的波赛东它其实名字叫鱼雷 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的无人潜艇 特别大 一般的鱼雷管可塞不下 它是在一艘特种潜艇的副部挂载了一枚 几乎就是一个小潜艇 那么中国的这个核动力超远程鱼雷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波赛东相比 它是大呢还是小呢 中国这个鱼雷它就是一个标准的鱼雷 它是通过533毫米的这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出去 跟正常的鱼雷一样大 那么说明我们的核反应堆或者是那个核动力装置很小 对 我们这个核反应堆它是用了一个平燃料的 不是那种像美国那种用军用级燃料那种核燃料 然后这个鱼雷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精巧的设计 也就是说它在发射的时候 因为它是核的东西嘛 万一发射的时候那个出问题了 这就是大问题 所以它在发射的时候呢 一开始不用 发射前应该是核动力装置没有启动的 对 对吧 就不会有链式反应 它先那个用电动 然后那个是跑出去 发射出去之后 跑半小时之后 再启动这个核反应堆 然后等到那个到达目标了之后呢 在到达目标之前大概半小时呢 把核反应堆给扔掉 但是最关键的个问题就是 它跑这么远 导航定位怎么办 就披露这个鱼雷的呢 其实是中国船舶重工的一文科研杂志 上面一篇论文披露这个鱼雷 这篇论文呢 其实并没有说怎么导航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如果想让这个鱼雷真正的有作战能力的话 那么导航和通信 那是必不可少的 对 但是呢 我们如果联系到其他的一些论文 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中国呢 真是在下一番很大的起 就在今年 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刊 叫Engineering 这个杂志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面向海洋通信的6G网络 现在那个6G呢 就不仅仅是在陆地上了 可能还要在天上 在太空中 甚至是在水下 我们都要建设到相应的一个通信系统 这是6G 那么关于这个水下的这个6G 是怎么建设的呢 而这个论文里面提出的这个框架特别宏弹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 像天上呢 有卫星 有飞机 有舰船 然后呢 通过一个水面浮标 就可以把这些无线电信号 然后转化成升学信号 这个是个好办法 然后水下的升学信号呢 在水下有潜水艇 有深海滑翔机 还有海底的升纳阵链 还有海底的基站等等 那么海底的这些升学设备呢 直接是通过升波来进行通信 我们知道 在那个正常的这个 其他的这些传输介质 像那个电磁波 光 在水下都传不远 那么现在中国呢 是想搞什么呢 就是不是搞那么一个中心化的节点 一个长波电台 然后通信全世界 它呢是搞一个分布式的网络 在水下呢 可以密布各种的通信节点 我潜艇走到哪 就能那个 就跟现在我手机走到哪 都有基站一样 我潜艇走到哪 在海底海下都有通信的一个节点 关键在于 它把无线电信号 变成了升波信号 就中间需要转换的 那么在海面上 应该有无线电的接收装置 水下呢 无线电和升波之间的转换装置 把电信号传下去以后 变成升波信号 来给水下的目标 特别是水下的活动目标 进行定位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 这不光是对水下潜艇啊 甚至是对在大洋上航行的飞机 船只的定位 都是有用的 那么说现在有了 你刚才说的那套东西呢 水底下我都有 水面上肯定也有 因为水面上的这些装置啊 是可以接收天上的信息 我估计呢 应该也能发送 这样的话 外空 天上 水面 和水下 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 那么有了这个网络 我想这种超远程的 核动力鱼雷 那么它的精确导航定位的问题 包括我们核潜艇 以及各种各样水下 潜航器的导航定位问题 就基本上都解决了 而且我觉得不光是这一套啊 因为这套系统 他们是发射升波的 我们知道在海下 升波除了用于通信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呢 是声纳 可以进行探测 嗯 这个如果我们有一个 密布海底的一个探测网络的话 那么美国的那个核潜艇 现在世界第一的水下舰队 那还有容身之地吗 有关中国正在研究核动力超远程鱼雷 概念啊 这么一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那么中国会不会发展这样的核动力装置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 但起码这项技术 不但能用于雨雷 也能用于大量的先进的水下潜航器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